嗨 大家好 我是王侯 我現在人在南港的一星國際 今天是奧迪的活動 他們舉辦了A4家族的見面會 媒體見面會 但是今天有個特別來賓 就是 我背後的這一輛RS4 其實在年初的時候 A4已經在台北車展跟大家碰面了 如果有去台北車展的 應該在奧迪的展區 是看到A4這輛車的 但是經過了7月的預售 到現在 首度算是在媒體面前見面了 而且跟A4有更多的互動 然後它的Sedan跟Wagon 各有4種車型 所以加起來是有8個等級這樣子 先來講講它的價格好了 它現在目前為止 還是預售價格 它是從206萬元起 9月17號的時候 我們會正式的公布價格 好啦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車子吧 看一下這次 這算是中期小改款的A4 到底有些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吧 那其實這一次的車型的改款 應該是講它什麼地方沒改 而不是改了什麼 喔 忘了說到一點 它們正式的售價呢 會在9月17號的時候 正式公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整體的造型都不太一樣了 它的頭燈呢 欸 是採用那種格柵式的頭燈 然後中間的水箱護罩 也變得是比較寬扁一點點 讓它整體的視覺感受呢 是往下的 看起來是更有霸氣 然後這邊下氣霸的部分 是可以看到它有些飾調的 這裡 欸 也是有做一個有通風孔的設計 在下面這邊是它的雷達感應系統 我覺得很酷的一點是 它在這裡有做了一個類似 像它們之前Quattro車型的 通風孔的造型 雖然它是封閉的啦 但是造型看起來算是蠻不錯的 我們現在看到車側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這裡的線條 原本的線條是這樣 一條的直接過來 但是它現在在中間的車門這裡呢 A柱到Z柱的線條呢 這邊是往下修的 讓它整體的重心 視覺感受也是在往下的 跟前面的遁形水箱護照呢 是相呼應的 但是它又巧妙地透過這個線條的上揚 營造出它的運動感 今天的價錢沒有公布 我生氣 什麼價錢沒有公布 iPhone iPhone 怎麼樣 公布了怎樣 公布了你買得起是不是 我推薦公布了 好啦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車屁股 它車屁股的尾燈 其實跟頭燈是有相呼應的 在這邊 噔噔噔噔噔噔噔 奧底畢竟還是一家燈XX 然後在下面呢 它有做這個尾飾管 是一個方形的尾飾管 讓它整體看起來是更為的 欸 扁平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造型是很好看的 好啦 我們再來講講它這次的動力規格 它這次的動力規格 統一搭載一顆2.0升的引擎 但是有不同的動力表現 所以它分成40TFSI跟45TFSI 然後最頂級的RS4呢 則是一顆V6的2.9升 雙渦輪增壓引擎 好 我們現在做到A4 Sedan裡面 這台是Sedan 好熱喔 裡面超熱的 其實它的Sedan跟它的AVANT 其實 以整體的內裝配備來講是沒有差別的 主要呢就是差在屁股多一節啦 然後在價格多了10萬塊 預售價格多了10萬塊 但是我個人其實會是比較喜歡AVANT車型的 簡單來說呢就是我個人沒有那麼愛四門房車就對了啦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內裝吧 可以看到它的內裝 我覺得它的內裝還是維持一貫奧迪非常非常質感的高科技風格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是霧銀的飾板 因為它是頂級車型 所以它也配有Quattro系統 4G系統 所以它整體造型看起來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但是重點呢它把這個螢幕 10點多寸的螢幕移到上面來了 雖然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欸 這樣躲起來感覺沒有整合在這個 整體的造型 梯子造型裡面 但是我覺得還好 它這樣的設計呢就讓這個螢幕突顯出來 所以對我而言呢它就是更有那種數位感受啦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感覺是蠻棒的 而且它放大了 那它操控起來是更具方便性的 當然它前面還是一具數位儀表板 這是我覺得不用多說的 現在這張座椅啊我覺得是 坐起來是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方向盤握起來的手感啊也是相當相當的不錯啦 以內裝來說我覺得不用多介紹了啦 但是我覺得發現一點比較可惜的 因為這一台車呢其實是一個頂級頂規的車型 但是它也沒有配上天窗 這是對我來說有點小可惜的地方 那剛剛我也有坐到後座啊 後座的空間我覺得是相當的足夠啊 以現代人的需求啊 後座空間真的是 對現代人來說是蠻需要的 但是既然說它們有Avant車型呢 所以至少還是要來看一下Avant車型的屁股嘛對不對 它的屁股它是附有腳踢感應的尾門 雖然我現在是沒辦法操作這個腳踢感應的 因為鑰匙不在我身上 但是我覺得很酷的是 它這個Avant車型啊 後面有一個帳板啊 就是隔離車室跟後座椅箱空間的那樣的帳板 它是電動的耶 我覺得這個電動相當相當的方便相當不錯啊 像我現在它看起來有沒有 它就是打開的 這樣看起來它就是打開的 但是如果我把門關起來 大家看一下 它等一下就自動收起來了 有沒有 這種高質感的感覺就出來了嘛 不錯 另外提到一點的是啊 它們在今天的現場也公布了 就是說它們RS的家族性能家族 會在今年全數在台販售 奧迪在第四季的時候 RS車款的所有編程都會在今年開始的銷售 所以請大家敬請期待 好啦那我們現在直接轉往這次的重頭戲 重頭戲放到最後啦壓軸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次的RS4Avant吧 從外觀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非常的兇狠喔 身上有許多黑化的套件 但是我必須說這個黑化套件是選配的 它們有選了一個黑化的外觀這樣子 但是呢我覺得如果你選到RS4Avant 這個套件是應該要選的啦 你看那樣整體造型 它不管搭配什麼顏色喔 我都覺得會蠻好看的 你看這是紅色 大家看一下這藍色的嘛 如果你要搭配旁邊那個鐵灰 如果都加上了這個 這個黑化的造型啊 我覺得是相當相當的漂亮 然後我覺得RS4Avant啊 跟一般的A4Avant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它的屁股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哇那個 很大圈耶啦 它這個排氣圍管真的有夠大圈啊 你看 喔那個拳頭都可以塞進去有沒有 超大圈的啦 而且大家仔細看 現在看不到吧 好看得到看得到 它裡面呢其實是有閥門的設置 然後再加上旁邊這個 後分流器也下了兩個設計 所以我覺得整體造型 讓它看起來更拔氣更為兇狠 其實我們坐在RS4Avant 車上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它真的黑化的非常嚴重 而且大家仔細看一下喔 它車身上的這些示板是 這真腳蹦的啦 這真腳蹦看起來真漂亮 而且它這個是有點 帶一點消光的感覺 我覺得它整體造型看起來是更速殺了 而且加上這個 充滿孔洞的這個RS的方向盤 平底的方向盤 還有這個鋁合金的換檔撥片 整體給你的感覺就是更為運動啊 然後除了這些示板啊 氛圍上面的改變之外啊 它這次最大的不一樣呢 就是它的虛擬座倉 也就是它的數位儀表板上面的顯示啊 跟其它的A4車款呢 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我帶給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喔 它這次有三種不一樣的虛擬座倉 而且都是非常的具有戰鬥氣息的 你看你可以選擇 有沒有 可以選擇 我覺得這樣的感受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好啊 但是最後呢 我還是要提一下 它們這次的主動安全配備啊 其實給的還算是滿足夠的喔 A4這次一樣 把所有相關安全的配備都列為標配 ACC之外 盲點 後方的橫向車流 然後主動式的車道維持 離車的安全警示等等 這些相關的安全輔助的部分 都是A4車型的標配 好啦現在就讓我享受這個有天窗 跑車氛圍戰鬥氣息的測試空間吧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讚訂閱還有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我想過聊聊天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網路區呢下次見喔 拜拜